三个月的时间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私密的空间 你像那个床啊等等 但是是否私密的空间真的能够私密 就说你们都看不到 他可不可以主动选择一段时间说 这段时间你们看不到我在做什么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我们是允许的 在他休闲的这个时间里头 他有自己的私密的空间 他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每天他都有一个时间 比如睡前一个小时 就是属于他个人的时间 他愿意休闲 做一些什么事情 听听音乐啊 干些什么事情 看看书啊 这都是他的自由 那么每一周 每周我们有一天 周日的时间 是属于他自我 放假 相当于放假 休整的一个时间 我们说是休整的时间 可以他自己来支配 他可以做相关的一些 他喜欢做的事情